大家好 欢迎收看袖手旁观新鲜事 相信大家都住过酒店 而大家一定要有酒店房间的朋友们 肯定会看到酒店的床上 在床尾处都会有一款长条的画布 这面积大小又不能用来盖 又不能用来铺 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途 甚至会觉得有点碍事 所以入住房间的时候 会把这块布条给掀开拿走 那么这块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其实这块布才有玄机 它的用处很多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这块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床崎晶 还有床尾垫 床崎等 是一种用在酒店或者家居客房的床上用品 但是一些家庭为了点缀自己的房间气氛 也会有铺床尾巾 一般酒店用的是这种布 花色的会比较好看 色彩的饱和度比较高 与白色床单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床崎源自于美国 因为美国人回家之后 喜欢穿着鞋子直接躺在床上 这种床崎就是为了防止弄脏床单床背 床尾巾是铺设在床尾上的 床铺显美观又有气派 其到中视作用 还可以防止熟睡时背入松散其到预寒作用 酒店要顾及各类旅客的习惯 就像欧美人喜欢不拖鞋子 就爬到床上小睡一会儿 而我们喜欢把鞋子拖在床上休息 也是感觉袜子的味道会弄到床上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好的把脚部与床隔离 不会弄脏床铺 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实用的 用来放置物品入住酒店 客人大多数都会把随身携带的小包 手机等直接放到床上 而酒店提供的床品大多为白色 包包上的有不少的细菌 灰尘 雨水残留等等 这个时候呢 要是铺睡一条床尾巾 就可以保护床品不会弄脏了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很好的保证床铺的整洁干净 酒店的客人就能够更舒适的休息 既清洁又卫生起到防护左右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